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一起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上帝吩咐各时代的先知和使徒 记录了圣经66卷中所有的话语 圣经使我们领悟上帝深奥的旨意 圣经还小誉了我们人类为何会来到这世上 以及人类最终会去哪里 还有人类死后不会在这地上灭亡 而是会重新回到原来的世界的事实 因此今天我们要绝对地相信 上帝会主宰引导我们的一生才行 那么圣经的中心是谁呢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中说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不是吗 我们全人类都要认识上帝 上帝是通过圣经小誉了人们正确的信心 即便上帝以不同的形象来临 我们也要正确认识上帝 迎接和敬畏上帝 遵行上帝的所有话语 当我们以上帝是宇宙的中心 圣经的中心为大前提来思考的话 若没有上帝 我们的信心会怎样呢 若是自称有信心 但信心的核心却没有上帝 那么这一切就毫无意义 既无法得到救恩 也无法得到赦罪 若没有上帝的话 信心就无法存在 另外 没有上帝的教会将怎样呢 即便上帝不在教会中 也赞美上帝的教会将怎样呢 现今教会众多 如海边的沙 但因为上帝不是他们的中心 所以他们以谁为中心呢 要么以牧师为中心 要么以新的领袖为中心 人们犯了将人的话语 凝驾于上帝的话语和法度之上 这种愚昧的错误 因为在那个教会里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的真理制度还有意义吗 愉悦节的光芒和安息日真理的巨大价值 是因上帝的存在才具有的 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时刻把上帝放在我们信心的核心位置上 现今我们周围虽然有众多的教会 但因上帝不在其中 所以有很多无法履行其功能和使命的情况 再思考一个问题吧 没有上帝的礼拜 没有上帝的赞美 没有上帝的祈祷 还有任何意义吗 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为了让这一切有意义 必须要有谁呢 必须要有上帝才行 因为上帝存在于我们教会 所以我们的信仰才会发光 我们教会虽然会受到周围的妨碍 但我们教会是在将人类领向天国 不是吗 这都是因为上帝存在于我们的信仰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不是吗 看一下和西阿书六章六节 和西阿书六章六节中说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上帝 胜于凡击 圣经在小于我们 上帝希望人类能够认识上帝 许多世人将目光投向了这世上 追求物质和世俗的事物 不惜为此付出一生的时间 金钱和努力 但他们却说 我没有时间去认识上帝 我太忙了 在错误的人生方向上 浪费认识上帝的机会 各位 有没有任何人 天生就由我想 在这世上生活 得变得更富有才行的想法呢 世上的许多人 从出生起 就继承了 要多多获得物质才行的想法 但离开这个世界时 每人都会空手而归 这世上没有什么 是可以带走的 上帝在创造人类时 最希望的 就是他们能认识上帝 这世上的物质财富和生活 固然重要 但最终 当我们再回天国的那日 更重要的是要思考 我们是否过了正确认识 和敬畏上帝的生活了吗 有没有遵照上帝的话语 而活呢 这些都是更有意义的问题 因此 没有上帝的我们的信心 没有上帝的教会 没有上帝的真理制度 没有上帝的礼拜 都是毫无意义和用处的 所以 和西亚先知者小律 我们要努力认识上帝 翻开新约圣经 查看一下歌罗西书二章二节 歌罗西书二章二节中说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风风足足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 圣经说 要认识谁呢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才行 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 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隐藏在基督里 人类离开这世界后 会往哪里去呢 会像一把尘土那样 从这地上消失吗 还是有什么 能让他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呢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圣经小于我们说 他们全都隐藏在 上帝的奥秘 基督里面 现今 自称信上帝的人 多如海边的沙 即便很多人都信奉上帝 但若没有人正确认识 和相信上帝 那该有多么不幸呢 所以 圣经关于上帝的奥秘 是怎么说的呢 领悟基督 就是领悟上帝的奥秘 这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期盼 耶稣出临当时 犹太人信奉上帝 自称认识上帝并了解圣经 可他们却没能正确认识 来到这世上的基督 在圣灵时代 教会众多 有的教会自夸说 自己读过五百遍圣经 甚至一千遍圣经 然而 即便多次查看圣经 也无法领悟 上帝要传达给人类的信息 所以 他们没能迎接第二次来临的基督 也没能找到 关于心父母亲上帝的真理 在耶稣出临时 许多自称信上帝的人 并没有正确认识 和迎接穿肉身的上帝 同样的 现今的人们也没有认出 穿着肉身 第二次来到这世上的 基督安商红 和西耶路撒冷天上母亲 无法完全理解 圣灵和心父是有原因的 通过圣经查看一下答案吧 看一下歌林多后书四章 看一下歌林多后书四章三节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 被他怎样了呢 弄瞎了心眼 这世界的神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空中掌权的撒旦 说撒旦弄瞎了人的心 撒旦迷惑了人们的心智 使人们无法分辨真理和虚假 使人们无法看到 彰显基督荣耀的光 人怎么能成为上帝呢 上帝若来临 必定会在美国这种伟大的国家显现 为何会来到如此贫穷的小国呢 世人们是这样表达这些自己的想法的 在他们这些想法的背后 是这世界的神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地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看一下六节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 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们的眼睛 但上帝却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了认识上帝荣耀的真理之光 耶稣问门徒们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先知 有人说是耶利米 有人说是以利亚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旨式的 各位认识上帝是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我们要正确认识 上帝及宇宙的中心 和圣经的中心才行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资格进入 上帝为我们而开放的永恒世界 不是吗 所以我们的仇敌魔鬼 即这世界的神 总是弄瞎人们的心眼 搅乱心智 木匠的儿子怎么会是上帝呢 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教导 怎么能诵读圣经呢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话语 击乱调 毁谤耶稣 使人们的心智变得盲目 尽管如此 上帝还是将正确认识上帝的教导 赐予了使徒彼得 约翰 保罗 现今 上帝赐予了我们 认识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这荣耀的光芒 所以我们才能自信地说 父亲安商宏是我们的上帝 新耶路撒冷 天上母亲是我们灵的母亲 不是吗 世人都在看同一本66卷圣经 但这世界的神 却用黑暗笼罩了全世界 回顾两千年前 耶稣出离时代 有许多自称信上帝的宗教领袖 他们对教会拥有世俗的力量 权威和影响力 虽然拥有了这一切 但上帝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他们都怎样了呢 他们没能认出上帝 将自己所敬拜的上帝 钉在十字架上 土唾摩在他身上 拿起石头想要攻击耶稣 毫不犹豫地对上帝 说各种侮辱的话 都是因为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他们的心眼 混乱了他们的心智 但上帝为了使我们认识上帝 将上帝的荣耀之光照向我们 我们虽然看的是同一本圣经 但人们的视角却不同 因为他们学习了人的知识 但我们却怎样呢 以赛亚书记录说 上帝会教导我们 耶稣说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在弥加先知者的预言中 按照弥加书四章的话语 在末后时代 上帝会怎样呢 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是谁亲自将这认识上帝的光 照在我们身上了呢 上帝亲自来到这世上 用上帝的光照我们 不是吗 上帝亲自教导说 我跟随母亲 以此教导我们 有关圣灵的心腹的真理 不是吗 领受了认识上帝的光 是莫大的喜悦和祝福 不是吗 那么两千年前 自称信上帝的人们 会迎来怎样的未来呢 一起看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话语 耶稣在马太福音 二十三章十三节说 你们这假冒 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耶稣亲自将这种判决 给了当时的法利赛人 和文士 看一下三十三节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种啊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从表面上看 他们不仅拥有非常像样的圣殿 还拥有世俗的力量 甚至宗教的权柄 但在耶稣看来 他们只不过是毒蛇的种类而已 他们没有对耶稣说 你是基督 是宇宙的中心 你是我们信心的中心 是圣经的中心 若他们没有认识上帝的知识和智慧 那么尽管作为大祭司 又有什么用呢 韩国早在朝鲜时代 就有暗刑御史 为了知晓官员们 是否在遵行王的旨意 是向百姓行善 还是向百姓行恶 因此秘密地派遣了暗刑御史 他们拥有及时审判 罢免惩罚官吏的权利 他们行使了王的权利 耶稣穿着肉身来到这地上时 也直接做出了所有这些人 都将下地狱的判决 当时许多宗教领袖都排斥耶稣 但使徒彼得 约翰 保罗 确认出耶稣并迎接了他 他们甚至在临死关头也宣告说 上帝是宇宙的中心 圣经的中心 上帝穿着肉身来到这世上 即使其他人不信上帝 世人不跟随圣经的真理 可我们也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吗 得救的人要尊重 并遵行圣经的教导才行 圣经66卷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真理之路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要谨守遵行才行 来回顾一下这个时代 新博来书九章中说 上帝为了拯救那些等候他的人 会怎样来临呢 说要以两千年前出林相同的模样 第二次来临 上帝小于我们 上帝不会以耶稣之名 而是要以新名来到世上东方地级的国家 众先知也对末后时代要来临的基督做了说明 看一下和西阿书三章五节话语 和西阿书三章五节中说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寻求谁呢 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后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和大卫王 领受他的恩惠 大卫王在和西阿先知者 写下这预言书的二百五十年前就去世了 他们如何寻求和敬畏 早已不在这世上了的人呢 经上说末后时代 他们寻求大卫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这大卫不是肉身的大卫 我们通过路加福音一章来查看预言的大卫吧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说 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卫 上帝要把卫及大卫的王卫给谁 给他 指的是耶稣上帝将大卫的王卫赐给了耶稣 看一下三十三节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和西亚先知者所预言的大卫 就是耶稣 耶稣得到了大卫的王位 经上说 他要做雅各的王 直到永远 但各位也都知道 耶稣出零来到这世上 是在三十岁受尽礼 引领三年福音之国后 升天的事实 经上记录说 他要做王 直到永远淡出零时 只用了三年时间 就结束了福音事故 看一下撒末尔 记下五章四节 大卫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岁 在位多少年 在位四十年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说 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那么耶稣必须要在三十岁受高 才能登上王位 只有当他做王四十年后 才能说他成就了大卫王位的预言 仔细查看一下 耶稣的生平吧 看一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 众百姓都受了喜 耶稣也受了喜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多少岁 三十岁 耶稣在三十岁受尽礼 并开始传道 路加福音四章中记录说 受尽礼就是受高 确认一下那个场面吧 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做了什么 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掳的德士放下眼的德 看见教纳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 路加福音的作者 将耶稣受尽礼 传福音描述为受高 传福音 那么受高是发生在 国王或大祭司的 即位仪式上 不是吗 耶稣在三十岁受高 换句话说 就是受了尽礼 因此 就像大卫三十岁登基做王 在位四十年一样 耶稣也需要在位统治四十年 但是 耶稣的事工 在三年半之后就结束了 耶稣为了成就大卫王位的预言 还需要三十七年 怎样才能完全成就这预言呢 耶稣必须要穿着肉身 第二次来到这地上才行 因为在灵上 上帝只会做四十年的王吗 不会的 他是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 不是吗 上帝在位三十七年或三年的统治时期 是在穿着肉身时才能成就的预言 因此 为了成就大卫余下的预言 上帝第二次来临 大卫做以色列王统治的时候 在王和百姓之间 有王用来治理百姓的律法 同样 以灵的大卫来到这世上的基督 也需要生命的律法 来统治和治理属灵的天上百姓 那这律法是什么呢 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七节 除教节 须在逾越阳高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打发彼得 约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好叫我们吃 二十二章是关于逾越节的场面 看一下十九节 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学所立的 什么呢 新约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关于新约 上帝早已通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语言 将它立为上帝和上帝百姓之间的律法 来治理自己的百姓 我们也想确认一下那个场面 不是吗 继续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另立新约 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呢 这杯是用我学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耶利米先知者预言了新约 耶稣成就了此预言 看一下三十三节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 谁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就像大卫统治以色列百姓时 有律法一样 上帝也在自己和百姓之间立了新约律法 并称此律法为我的律法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什么呢 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呢 子民 作为大卫的基督和他的百姓之间 必有用来统治的律法 耶利米先知者小于我们 这就是新约律法 基督出临时 在统治福音之国的三年时间里 以新约律法统治了上帝的百姓 那么在临时怎样呢 在余下的三十七年时间里 上帝将如何统治自己的百姓呢 当然会以新约律法统治 若出临时 以新约律法统治福音之国 那么在临时 必须携带新约律法再临 并成就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的预言 不是吗 以新约律法引领福音之国 三十七年的大卫是谁呢 就是基督安商红 所以上帝说 我要在出临时和在临时 用新约律法 将所有的西安子女 引导到真理之中 请你们知道我就是上帝 所以以赛亚先知者在 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中 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们遇见用陈葡萄酒 及新约葡萄酒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的那位时 我们都不用想别的 就知道他是谁 不是吗 他就是谁呢 他确实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速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上帝以什么拯救我们呢 用新约的律例 典章和法度 基督安商红 以安息日 禁礼 逾越节 三次七个节期 投金律例等新约的真理律法 引领了三十七年的福音事工 没有人能恢复初代教会的新约真理 只有上帝来到这世上 才能恢复完全的真理 不是任何人都能将新约律法带到这世上 这世界的神遮蔽了世人的心眼 即便上帝已经来到了这世上 人们也无法正确地迎接上帝 不仅不感谢上帝的恩惠 反而发怨言今天怎么这么辛苦呢 人生为何如此痛苦 这是因为认识上帝的荣耀之光 还没有充分地照耀他们的结果 圣经和众先之们在我们心中 发出了明亮的认识上帝之光 现在我们都在向着曾经被毁坏的 新约与月节真理前进 不是吗 我们要完全遵守新约安息日 不是吗 有人可能会问 安息教的信徒不遵守安息日吗 但他们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开始的 这不是完整的安息日 上帝恢复了新约真理制度 完全照着大卫的生平做王 统治了新约福音之国 我们要铭记出临时以耶稣之名 在临时以新名基督安商红降临 统治福音之国的父亲上帝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父亲上帝留给我们的 我跟随母亲的真理话语 当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即圣灵和心腹 向全人类呼喊到我这里来时 让我们都毫不迟疑地努力 奔向他们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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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